9月中旬博文社已经披露 中共军委委员房冯辉和张扬被调查 11月28日新华社报道 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 因涉嫌卷入郭伯雄虚材后等案被调查 11月23日致意身亡 新华社说张扬严重违纪违法 涉嫌行贿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 同而中国军方官网发表了君正平的文章说 张扬畏罪自杀 用这种可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张扬身为党和军队的高干 上市理想信念 党性原则 法律敬畏 道德底线 他台上台下两种表现 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嘴上喊忠诚 背后搞贪腐 是典型的两面人 张扬是11月23日在家中自杀身亡的 也就是说中共是在张扬自杀后五天才对外宣布起自杀的消息 张扬自杀的消息立即在海内外舆论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因为张扬目前是中共军方现役最高级别的自杀官员 我们还是简压的介绍一下张扬 张扬啊 现年66岁 是河北五强人 17岁开始参军 一直从事军内的政治工作 他曾经担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军区党委书记 2010年晋升为上将并称为中央军委成员 他与另一名原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冯辉 今年8月卸任军委职务为当选中共十九大代表 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张扬 昨天下午在巴一大楼会见了来访的罗马尼亚国防部国务秘书瓦西里科斯泰一行 张扬说 近年来中罗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贸合作发展顺利 中罗两军高层互访频繁 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加强 中方愿与罗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增进互信 扩大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推动两军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科斯泰说 罗马尼亚重视罗中传统友谊 愿与中方进一步深化互信扩大互利合作 罗方希望两军不断密切人员往来 拓展合作领域 推动两军关系不断发展 张扬是郭伯雄和徐才厚的老部下 但是习近平主政以后 特别是拿下了徐和郭以后 张扬曾多次检举揭发两位老上级 声称紧跟习主席彻底反腐 有报道张扬涉嫌贪腐 在广州军区担任政委时 他的别墅装修花费三百多 都由商人买单 在郭伯雄虚裁后控制军权时 参入买官卖官 张扬到底是怎么死的 目前媒体上有不同的信息 中国官方的报道是上吊自杀 博文社根据消息人士的看法是 张扬可能被自杀 消息人士告诉博文社 张扬被调查 但一直监视居住并没有双规 11月23日 军企委人员造访张扬 张扬告诉来者去换衣服 结果上吊自杀 博文社从另外的途径了解到 张扬可能被谋杀 消息透露 张扬的一名前警卫人员混了进去 之后张扬上吊自杀 由于目前没有其他信息相印证 我们对张扬被自杀还是自杀不能确定 只能说在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时代 一切都有可能 因为我们从徐明 彭明的身上看到了中南海 重重诡异 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国军方高级将领自杀 逐渐蔚成风 据报道2014年 海军副政委 马伐翔跳楼身亡 2016年8月承认42军政委的少将 陈杰服用安眠药自杀 海军后勤部企业管理中心主任 李富文跳楼自杀 当然如果我们联系到中共的政府官员 自杀其实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竹竹红的研究数据显示 2009年到2016年的8年间 共243名官员自杀 其中过半选择跳楼 占57.5% 其余寻挡舰的方式 分别是上吊占比18% 服毒、时钟、开枪、撞虎车等 占比10.8% 沥水占4.9% 割腕占2.4% 还有6.3% 死因不明 总之一旦东窗事发 这些官员们千方百计的 要把自己认死 但问题是 当今中共的贪官呢 几乎不会被判死刑 那么为什么 这些官员非要选择自杀呢 当然也有的贪腐官员 是从容自杀的 比如说四川省万元市 原市委书记王成军呢 他就在跳楼前 呈副师一首 叫别万元 挥手别万元 步履多盘山 挥手望乡亲 位于泪满眼 山高地级薄 城市合其间 居军逆拼记 四倍乃成半 莫到十年苦 为民苦也干 从今夜夜失 梦里四八三 为什么中共的官员 自杀成风呢 官方的解释 大多为身体的原因 也就是抑郁症 但张扬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使用的语言呢 是文革语言 叫自决于人民 自决于党 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 曾指出 我觉得实际上很多官员 走上这一条路啊 可能是一种解脱 也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啊 分析官员的自杀行为 也就是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 如成本收益 博弈论等 来解释 中共官员自杀的行为 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啊 自杀的成本 是继续生命价值的全部 活得太痛苦 就会想到自杀 这也就是说 自杀行为的产生 是因为行为人觉得 继续活着的成本太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列辉华认为 官员自杀是出于一种理性的选择 贪官自杀的收益 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 消除罪证 保护同僚 第二 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 第三 免受刑循逼供 或被他人栽赃 被迫认罪 列教授的观点是 贪官自杀的原因是在于 自杀的收益高于成本 所以要减少官员自杀 就要提高自杀的成本 下面呢 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 绝望 因为根据中共的潜规则 一旦查处政治生命终结 以前的努力和业绩化为青烟 其次呢 中共没有公正的司法 官员不可能通过司法 维护自己的权力 绝望导致这些官员 万念俱灰 如其苟活 不如一死百了 比较一下西方官员的贪腐 就少有自杀的 即使自杀也往往是源于内心的愧疚 第二 刑讯逼供和被羞辱 近年来啊 有很多官员在双规期间非正常死亡 2013年湖北省黄梅县地震局的局长钱国梁 因涉及经济问题 于4月8日被黄梅县级委双规 6月19日死亡 官方报道中 他的死因是呼吸衰急 男人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死者的图片显示 钱的身体枯瘦 身上布满了擦伤和割伤 钱的家属称 集委工作人员在双规期间 对钱国梁进行了刑讯逼捕 原荷兰三门侠市法院的法官 贾九祥被双规失一天后死亡 官方的说法是心脏病突发 但其家人称假的身体肿胀 瘀子 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 之所以屡战屡胜 其九阴真金就是刑讯逼供 其次中共对贪腐的官员 采取电视认罪等方式 也使这些官员倍感羞辱 与文革时间的挂牌游街大同小异 中共的潜规则就是 官员站位时 重用你腐败 一旦查处就下死手 自知死地而后快 三保护同伙和家属 相关利益人的既得利益 自杀导致证据链断链 案件侦查中止 对于尚未落马的官员 无疑可以起到保护助力 因为中纪委本是中共的内部机构 也就是中共自己监督自己 审理你的人可能就是你的同伙 你保护同伙 也就变相地保护了你的家人 和你的情人等相关人的利益 不自杀只可能是鸡飞蛋 张扬不自杀 也可能被自杀 即使不自杀 也不可能活着出监狱 张扬以前就是这样对待别人 他自然知道自己未来的秘密 第四 自杀呀 其实变相被中共鼓励 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黑社会 既然入伙 就要守道上的规矩 因为极为既是贪腐的办案机构 也是中共保护利益集团的机构 办案人员 见到一五一十坦白交代的官员 往往会暗示他们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第五 出路何在 消除官员自杀 乘封现象的出路啊 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权力制衡 正是因为有了权力制衡 才可以真正的去监督官员 否则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起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第二是新闻自由 舆论监督 任何一个官员都有作恶的本性 监督如果靠起自己从道德上监督 其实作用是不大的 因为人很难突破自己的人性 那么舆论的监督 那么舆论的监督可以贪腐官员呢 无序长生 第三 司法公正 程序正义 也就是说在惩治贪官时 我们既要打击犯罪 也要保护官员的合法的权益 第四 就是追缴非法利益 不能因为官员死去了 他的非法利益就被保护下来 这也是这些官员认为 自杀的成本是低于活着的 尽管张扬的死因至今扑朔迷离 但他显示出中共高层的权斗的残酷性和激烈性 习近平虽然掌握了军权 但张扬的死也会让他夜不能寐 张扬的同伙是谁呢 下一个张扬又是谁呢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点评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